呃 看看我這個操作是要怎麼玩弄這個機關人 白寶威~~ 欸 太痛了 喂 喂 喂 欸 靠 欸 欸 不是 我 欸 靠 訂閱 分享 小鈴鐺 給喜歡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 給不喜歡的你第一手最討厭的消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我們來再續軒圓劍七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順便留言分享 你的心得讓我們知道 如果你吃肉粉的話 現在馬上先給我按一個讚 好的 上次直播的速度 大概是到了遇到綠衣女子喔 沒有想到這一位竟然是桑文景 有玩過舊版的朋友就一定會知道她是誰了 為了讓大家稍微回味一下 我們來做個比對圖 那個圖佑這邊呢 就是軒圓劍外傳風之舞 畢竟當年的解析度不好啊 如今徒左再來一個HD版的 沒想到竟然是個大美人啊 好 看完漂亮解析後 我們再來繼續進度喔 在莫浪河會完文景解後呢 我們必須前進到魯班遺跡 取回被封印的薰原劍 在前往遺跡之前 路上竟然遇到重重的李軍包圍著遺跡 我這個不良操作躺分踩的戰鬥過程 我們就秀一下的過去吧 小鬼 糟心面負大藥 竟然做這種大藥來抽取圓靈 真是不要命了 他的力量正在恢復 怎麼回事 那頭妖魔往另一個方向跑了 相愛 我們的當務之急 是快些找到軒原劍 啊 小鬼說的沒錯 可是 要是他們跑去村莊裡頭 就會和之前一樣 找軒原劍雖然緊急 可這也是人命關天的大事 啊 小丫頭說的也對 你說的有理 阿兄又何嘗不知 但你瞧 那兒也是妖魔 雖說被困住了 可不知能困住多久 更後面呢 是否還有更多妖魔 若我們進入黃河古道 不但能尋找軒原劍 還可沿路絞殺他們 可 可是 確實是兩難難 村莊與未來的抉擇 看來最後還是倒向了未來 我想村莊的朋友們 Sorry啦 系統沒有讓我選擇去救你們啊 救命啊 有妖魔 大家 大家救命 怎麼了 慢點說 咱們商隊 在前頭遇上妖魔 我小心逃出來 求您救救咱們 沒想到途中竟然遇到了刑傷 擋我去路 呵呵 還強迫我要救他們啊 身為正義人士 我只能意不容辭了 這兒安全了 你來看看吧 太感性了 恩公啊 多虧了恩公 否則大夥 肯定全死在這兒了 別這麼說 順手幫點忙而已 倒是你們商隊 怎會走骨河道前進 實在是 頗於無奈啊 咱商隊向來往返西雨落陽 哪知這次才過了寒谷關 便聽聞妖魔 肆虐 遲到全都被封鎖了 逼不得已 只好冒險碰碰運氣 沒想 還真遇上了妖魔 如此新鮮 也太過薄命 難公有所不知 一家老小都還在洛陽等我 嗷嗷逮捕著呢 我若不博自己的命 便是拿他們的命來博 卻 也是 都是辛苦人 齊鵬大王 你曉得哪條才是通往魯班遺跡的路嗎 讓本大王看看 大王看清楚了嗎 看得很清楚 畢竟本大王 鳥眼如駒 但遺憾的是 本大王也不知道路 方才不是說這方向順路 本大王三十年前知道 現在不知道 諸位恩公說的遺跡 可是那艘沉在地下的大船 順著這兒 走下去便會看到 顯眼得很 肯定不會錯過 多謝指引 我們正處找不到路呢 恩公莫要多禮 真是折煞我等了 一點小小心意 諸位恩公莫要推辭 這是大淵 秋辭的葡萄酒 恩公好見識 葡萄酒 很厲害嗎 這種水果釀成的酒 芳香酷烈 味煎啼湖 是西域的特產 要是在長安或是洛陽 千金難得一壺 如此厚利 太過貴重 美酒雖好 哪能與救命之恩相提並論 那 我就去之不公了 最後就是送我一壺葡萄酒 難不成要我喝了再上 好宏偉的機關船啊 這便是魯班遺跡了吧 說到魯班遺跡 當年本大王 大王 你能飛上去看看 有沒有其他的路嗎 看都不用看 小鬼 走那邊 大王 忽然用暗示錄了呀 這地形三十年來都沒變 自然認得 幾經波折終於到了遺跡口 不免還是要處理一些雜魚啊 慢著 將軍有令 務必緊急入口 你們可別再摸魚了 這裡頭 真有將軍要找的東西嗎 我怎麼看都覺得是艘破船 你有見過這麼大的破船嗎 將軍怎麼說 你們就怎麼做 問這麼多做事 是 看樣子硬船是不可能的了 肯定會被重兵包圍 有沒有辦法繞過去 啊 繞路是嗎 小鬼 走那裏 呃 結果這個時候 到處都是李軍啊 偷雞大王這個時候 靈光炸線帶我們走後門 這個想法其實是不錯啦 不然老師在打雜魚 其實也是蠻膩的 有些不妙 怎麼連這兒都有李軍啊 李軍人多勢眾 找到此處也是早晚的事 此地守衛人數不多 我們應付得來 欸 不不不 此處防備鬆散 太過異常 其中必然有詐 要不就是特別凶險吧 既然如此 大王可有妙計 沒有 不過 要是橫衝直撞 驚擾大軍 可就壞事了 大王才說自己不切戰呢 現在不會是怕了吧 沒兒 我怎麼會害怕 就是擔心你們被算計 提醒幾句 何況 本大王得好好監督你們 免得你們又給大小姐添優 好 子緒 等會兒 急捧大王說得不錯 貿然行動 怕是會引來注意 不如先引開他們 哎 不錯不錯 小輩懂我 這正是我想說的 依我之見 不如生東及西 讓他們分神 好吧 就依你說的辦 大王辛苦了 稍後請替我問候夫人 媽 天下地雷 這 什麼東西 快追 走 這個我真的是笑死 使用天書之力把大王砸出去 我真的是笑到一個不行 但還是不得不說 這一招其實真的蠻好的 然後大王的配音 我覺得真的是遊戲裡面 非常非常讚的一個點 好的 我們順利進入到了遺跡的內部 在路途上我發現了幾個寶箱 覺得蠻爽的 看起來好像是捷徑 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跳下去 來試試看 就這樣死了 好 那這裡應該也可以 喂 快靠 又死 好 摔死了無數次之後 我們就進入 今天的小高潮 小王來了 是李軍 他們想修復這尊機關人 這是上古機關術嗎 說不定 是出自魯班大師之手 沒路了 怎麼辦 要不 咱們再繞繞看 避開他們 不 不能再避了 子敘 再避下去 也許就無路可走了 不能阻止避讓 目標就在眼前 必須拼搏一把 看看我這個操作是要怎麼玩弄這個機關人 來吧 喂 太痛了 喂 喂 喂 欸 靠 欸 欸 不是我 欸 靠 好 好 哇賽 這個傢伙真的超級不好打的 他幾乎就是要過一段時間 然後自己就垮掉 然後要看準那個時機打 那個雷射光啊 就是要超級靠近這個boss 要不然 真的很容易被打死 真的是一個非常討厭的傢伙 好的 沒想到打完這個小boss還沒有結束 那我們就繼續前進看看吧 這才讓他看起來普通吧 鐵鋒 小心 哇 警察罪 可惡 洪姐姐 快走 不要管我 不許動 你若念口訣 我便殺了他 這封印連我都無忌可施 沒想到你卻解開了 你果然不是普通的獵狐 你身上那一側竹檢 就是十三年前消失的天書吧 神器的封印 就是靠天書的力量解開的嗎 瘋狐兒 不然 交出天書 否則把你們全殺了 你 你沒資格跟我談條件 一介凡夫俗子 手握天書不懂得善用 明珠蒙臣 若是交給我等用之造福蒼生 才是大力 大力 為了大力 你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嗎 你就可以殺死 一千二百位同門師兄弟嗎 我所做的一切 都謹守莫哲的本分為所當為 我始終請尊師父的教誨 太夫教你殺害同門了嗎 太夫教你用機關術殺人了嗎 還不是因為那可笑的機關術禁令 否則何須致此 是師父不懂 莫哲本不該怯懦守城 而要贏時代巨浪做亂世前鋒 他就是玉府過頭 才為了那群不明勢力的漁民 白白送死 舍大力而主小力 令人痛心 大力 小力 難道對你而言 多年的同門之情 全都能以利弊算計嗎 若我做的一切在你心中便是如此不堪 那便無需多言了 留下天書 放你們一條生路 子緒 快走 別把天書 哼 還不明白嗎 殺了你們再娶天書也是一樣 何必送死 我明白了 子緒 退後 離開天書 子緒 離開天書 你在做什麼 天書雖好 與我卻是無用 若是能保護重要的人 竟天書讓與他們 又有何妨 子緒你 你這傻子 現在 你這傻子 你這傻子 會不會 你這傻子 都能保護 你這傻子 不是 我這傻子 我這傻子 要不要 你這傻子 你要得 放箭 有人 天下地雷 大海 大海 9 1 20 2 2 3 1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紫薛 红儿 你醒啦 太好了 红姐姐 这是什么地方 安全了吗 安全了 那就好 你这个傻子 到底在做什么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之前还听说 我 我去找找路 齐碰大王也一起来 啥 本大王也要教训这个傻小子 来 不是说这个 我都给你拾眼色了 你没看到吗 没有 那你没发现我在拖时间吗 大王 你去找找路好不好 啊 那你呢 我以为你是真心的 我累了 想休息一下 小丫头 求你了 啊 好吧 气死我了 你这傻子 疼 傻子 你刚刚吃醋了 没有 我也说不上来 见你们表现的熟人 就有些不适滋味吧 毕竟 莫皇与我有生死大仇 生死大仇 是十三年前的事情吗 之前就和你说过 阿母 在我眼前被李军所杀 那人 就是莫皇 你 若你要去复仇 我陪你 我与莫皇过去虽是同门 但如今却是生死之仇 他甚至还说 尚末的东西碍事 灭了便灭了 若不杀他 何以告为我尚末 一千两百条冤魂 刚刚是为了给 急鹏大王争取时间 才假意与他多说了几句 可刚刚 以后不许胡思乱想 好 还有 以后别那么傻 你天书在守 若是要走 谁能拦得住 叫你走就走 就算拿我要挟 你也不许以身犯险 知道吗 不好 算了 随你 急鹏大王找到出路了 多亏了大王 走吧 好 好 奇怪 香儿 难道卓成又坏了 奇怪 没有啊 莫不是刚刚跳崖的时候 摔着了 我没事 转一转扭一扭就可以动了吧 瞧 修的好吗 修的好吗 我检查一下 那个 虽然现在是机关的身体 但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阿兄和急鹏大王 可以先回避一下吗 哦 好 正好 小鬼跟我来 看个有趣的东西 小丫头 红姐姐帮你检查机关呐 别淘气 快撤了介无带行的法术吧 嗯 奇怪 真的没有什么损坏啊 我真的没事啊 刚刚就说了 没事啊 那 就是有事喽 你说吧 大王 要我看什么 到了就知道 好 oh my god 没想到这段剧情竟然长成这个样子了 太史昭跟红额放闪 然后香额看起来吃味吃的蛮重的 难道一时之间就变成割宝了吗 啊在那边装病 然后还小肉相间 到底是有什么意思的 其实有点看不太懂 不管了 我们也只能继续前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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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 若是送往昆阳 那天火炮 师兄他找到了上古神器薛元剑 用来为天火炮注入能量 绰绰有余 此战平定陆陵贼党之后 师兄许诺的太平之势 便不远了 这些园林守下来 送往昆阳战场 是 去吧 输元剑 似乎正是 风林村设置的机关 看来 是为了量长武器而做 不过 这样的规模大赦许多 吉鹏大王 你说 吉鹏大王 吉鹏大王 小鬼 好机会 本大王帮你把门锁上 你去解决那个婆娘 把云林武器抢过来 我回去 教皇二和香儿过来 蠢啊 你往返一趟就来不及了 等等 这是 一地山的黑雾大妖 大王 大王说得对 还剩我来吧 既不可施 快点动手 本大王在此坐镇 你快去吧 哟 是个小伙子呢 哇塞 没想到遗迹内部进人是 莫黄师妹 他还可以操控黑火 重点是与黑火结合 这 这个 不会太露骨了吗 这对我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实况主来说 这个冰淇淋是不是有点太冰了 不过这个明明看起来应该是 超级无敌爆难大佬 但我还是很顺利的打完他了 让我为他送上一层吧 不过我是抱着赤裸的他 让我觉得其实是有点害羞啦 李军驻扎于此 肯定有什么理由 那你还不快长长 射天火炮于瑶山 我亲自作战 各路贼人若负昆阳 一举兼职 园林武器备妥后 诉讼瑶山折充营 我已向朝中求援 调四十万大军来赐 劫击贼党 近日贼人横行 师妹行事务必小心 阿兄别紧张 是我们 左右等不到你们 我们就自己过来了 你们没遇到李军吗 顺手解决了 这里怎么回事 好多园林武器 这是个好机会 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怎么说 李军计划把这些园林武器 送到瑶山的折充营 估计莫皇会在那儿 带着轩辕剑 为天火炮注入能量 我们伪装成护送园林武器的李军 就能潜入这冲营 如此 并能找到莫皇 夺回轩辕剑 也能适时摧毁天火炮 可我们都被李军通缉了 又怎么瞒过搜查 这事可以请文书帮忙 我们躲在马车里头 让陆林军的士兵 伪装成李军 小鬼此技甚妙 正是本大王刚刚想说的 李军本是精锐不对 人数不多 或许 没那么容易混入 不过 只要能靠近折充营一些 就有机会 对 能够绕过王莽的四十万大军 就行了 打打 四十万 可以一试 毕竟眼下 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有阿兄和洪姐姐在 我是不会怕的 本大王神经百战 自然是不会担心 既然大王不担心 那就这么办 我们还得仰赖大王的才智 要是大王不愿 嗯 那就 啊 小的啦 本大王就来见识小鬼的计谋 有没有用 再怎么说 迅远界还没拿回来呢 可不能放过那家伙 先离开这儿吧 事情闷得本大王浑身不舒服 毛都塌了 好了看来我们要将计就计潜入礼君 然后一举多回宣言舰啦 那么今天的宣言舰进度大概就到这里为止啦 那就是大家期待我们的下一集吧 记得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先给我们按一个赞 顺便留言分享你的心得让我们知道 如果你是肉粉的话 现在先马上给我按一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订阅分享小铃铛 给喜欢的你第一首最新的消息 给不喜欢的你第一首最讨厌的消息